大家好,我們是瑞格華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SPYECO這場刀場的刀 就是我們所謂的蜘蛛 順便介紹一下它這三款長青版本 就是所謂的長銷版本 第一款呢,我們是蜻蜓DragonFight 第二款是Delica 那最大隻這隻叫Endura 然後我們先從這一隻小隻的蜻蜓先開始 所有的這一系列版本呢 都是由日本官司所生產的代工 那他們用的剛才是VG10 這把蜻蜓呢,雖然小 可是開到好開 而且也蠻把握 還不錯 不管什麼樣的握法它都可以 想要隨身攜帶小刀 而不會覺得有負擔的 這把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接下來是Delica Delica呢,我個人認為應該在全亞洲 應該是賣最好的刀子 因為它的大小很適中 對我們亞洲人的手型來講呢 不但舒服 而且它不管怎麼握都可以 是很厲害很厲害的大小 剛剛好 對亞洲人來講 那它最大把的是Endura Endura呢,這把刀 對我來而言呢,是真的有點太大了 不過也因為它很大一把 所以你在做很長的削割麵 或是切水果的時候 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對某些人來講它雖然大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像我們如果要切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子切 它的切根面是不是很大 那我同理的 我再拿Delica下來 然後反而覺得它切根面很小了 沒錯,就是因為這樣子 依據不同的需求呢 你可以選擇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刀子 就是大小的刀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解一下 它的開刀孔 以及它的背鎖 那它的背鎖呢 我們會先這邊放一張圖 來解釋它的背鎖 大概字上的結構 請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就來開刀看看 我現在把刀打開 大家仔細看這個循環 有沒有 好 它的插銷已經出來了 因為現在 Kakao刀根的圓畫面 它順著這個刀根圓畫面在跑的時候 進入那個孔 插銷直接插進去 直接插進去那個孔裡面 所以 同樣的道理 我們解鎖的時候 把那個插銷拔出來 就是按這個下這個按鈕 拔出來以後 輕輕推一下 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收刀的時候,我們開刀收刀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太用力,就是一邊用力按按鈕一邊推刀背 我們只要按下刀背,輕輕推一下,有沒有 這樣子就好了,好,放掉,它就卡住了 這樣收刀就可以了,不需要太用力推刀背 只要用力的按下按鈕就可以了 好,那有人就問你,又問說 這一背鎖的刀子是不是都只能雙手收刀 那其實不是它可以單隻手收的 蜘蛛的它這三個版本,它幾乎所有的背鎖折刀 幾乎,所有對我做一個安全區 這個安全區,大家看喔 我現在收刀,我食指不動 通常我們這樣子握刀的時候,食指會放在同樣原地 就會大拇指下去而已 大拇指下來,食指不動,丟 有沒有,它就卡在這裡了 它事實上這邊是沒有刀刃的 我甚至食指正往下一點點 它都不會割到 所以用它的刀子,當初手收刀是不用緊張的 它是不會割到你的手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它的開刀孔 它的開刀孔呢,為什麼蜘蛛它的每一款刀子都要做開刀孔 因為這是它的adom,就是所謂它的設計 它的這個設計呢,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有,不但可以多樣式的開刀 而且沒有左右手之分 我今天貝加換到這邊來,它就是左手刀了 好,我先來示範一下大家給大家看 我是右撇子,我現在右手開刀,沒問題 好,一隻手收刀 我現在換左手,左手抓好,就開了 事實上不難開刀,而且我左手不是左撇子的人 我都可以這麼順的就可以開刀 那好,我今天從桌上把這把刀拿起來 好,即使我拿反了,我也可以反手開刀 好,再一次,我從桌上拿起來,我今天拿到這刀刃 我也可以,這樣就開刀了 非常非常好開刀 這也是為什麼蜘蛛可以把這個,它的長青版本賣了這麼久 而且我也會建議新手拿它的長青版本來當作新的EDC 好,他們這三款的EDC,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它們重量非常輕,而且也非常薄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你在選刀子的時候 刀子有一定的寬度 你只要寬度越寬,你越能感覺 它在你口袋的存在感越多,你就越重 所以你只要選越薄,不管重量怎麼樣子 事實上都覺得,事實上這刀子很好戴 並不會有負擔太重的感覺 就很像是,如果你有常戴的Element工具錢的話就會知道了 好,就像我剛剛所說的這三把刀的重量都不重 好,現在我們來測試一下這三把刀的重量 好,首先是最重的Endura 92.5 好,接下來測Dedica 71.5 好,現在是最輕的蜻蜓 33.5 好,這三把刀呢 總而言之呢,不但重量輕 剛才也不錯,而且刀子很利 也很薄 開刀簡單,收刀也非常簡單 綜合這以上幾點呢 所以我事實上非常推薦 以Spy的口來當作新手的折刀 當你戴上它以後呢 你會很快的發現 瑞士刀,工具錢 跟折刀的差別 到底差在哪裡 方便性到底提高了多少 便捷性提高了多少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拍攝更多道具給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